当前诈骗案件平传来看到成本不到三百块钱的普洱茶竟然翻倍卖到三万元 台中警方破获一个诈欺集团 发现这嫌犯从大陆进口便宜的普洱茶 再装进这高档的墓盒 扬称是要价数万元的百年普洱 在网络上头吸引着投资人购买 等被害人要求出金时立刻就封锁 这短短的半年时间受害者超过七十个人 这非法吸金高达五千多万 警方指导嫌犯住处手持搜索票查器 当场在屋内发现一大跌的人头存折 还有被害人的物流单以及账策 就连交战守折也有 检井缤纷多路一共带回了十二名涉案嫌犯 查扣了上百盒的普洱茶饼 调查发现嫌犯把成本不到三百元的普洱茶饼 装进了高档墓盒充当成百年的普洱茶 鱼木混珠在网路上向投资客招揽投资 每个茶饼翻倍卖三到四万 还宣称保证获利六到八倍 营造抢购暴力 以精致木盒重新包装 再成立投资群组利用虚假网友拉抬售价 营造抢购及获得暴力的假象 四十三岁的谢信祖贤从去年底开始诱骗他人投资 短短半年受害超过七十个人诈骗金额高达五千六百万 诈欺集团看准每块茶饼动辄数万元 被害人不会拆封引用不可能试破 所以强力推销 待被害人纷纷入坑 想要获利出金时立即拉黑封锁 检警发现主刑犯案期间利用不法所得 购买了五千多万的不动产还有车子 向法院申请裁定扣押获准 最后依涉嫌诈欺还有洗钱方治法 以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记者方平文 李永胜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